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个战争爱情故事 由这个Sebastian Fox的原著小说拍成的英国电视剧 描述20世纪初 世界打成一团 北法战区 英军和德军对峙地道战 以曲折的地下通道深入地震 埋蛇炸药栖息息 而地面上炮火不断 士兵们天天目睹 临床人体解剖 有一位英国的年轻卫官 他负责带领地道兵执行任务 铁面无私 而且又有战争骑运 这人战争运特别好 在战场上就是运气非常好 怎么样都可以活下来 所以士兵们就说这个小长官 卫官 是一个贴心的护身符 无论别人怎么看 他只希望战争尽早结束 回到英国 因为在北法 在那片土地上 曾经有过一段令他柔长寸断的爱情回忆 Bird Song改编自英国名家 刚刚有提到Sebastian Fox的同名小说 网站上我也有标注一下 如果对原文小说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资讯 BBC制播165分钟的迷你电视剧 什么迷你电视剧呢 他只有两集165分钟上集跟下集 就是Part 1 Part 2 就这样一个迷你的电视剧 迷你系列 Eddie Redmayne Claymont's Boise 他们两个领衔主演 这段战争爱情故事曾经多次改编成戏剧 在2014年我记得也有再拍过一次 舞台剧好像也是有的 战火蔓延年轻灵魂的同袍友谊 明星爱情描绘真挚动人 BBC这个版本是原著作者亲自编剧 两位主演出色的诠释 人物在战争中在爱情里彷徨好看 讲我都哽咽了 就想一些剧情真的是很动人 沉淀了好一阵子才敢着手撰写感触 但是看到写是有隔了一段时间的 原因几乎都已经写在上一段了 动人的故事非常多 真的是能够兼顾友谊还有爱情 在同一个故事里面这并不多 里面的友谊与爱情都让我感动落泪 让我哭的什么大不了吗 说不定有 介绍一下 分两个部分 那个部分讲Bird Song的友情 讲他的友情 男主角带领的地道兵 多半是军服很破烂 破旧满身污泥的地道兵 挖地道的 像工兵一样 但是有一位身形高大 目光有神 只要分配任务 第一个就会想到他 姑且就称他老兵 他确实也年纪之力都比较大 这个老兵 但不是那种老哥哥那种老兵 就是资历什么 他这个老兵有一次在职业庚的时候睡着了 睡着了 睡着就算了还会被男主角抓到 男主角是他的队长嘛 当然是明白军令如山嘛 其实就是看铁面无私的男主角 这样看着喜马拉雅山的军令如山的 他在豪沟里的军官休息室等候发落啊 老兵是有点无奈啊 这个老兵他秒说他自己最近收到一封有泪痕的家书啊 孩子罹患白猴 妻子慌乱 因此他才会恍惚之根啊 那另一位军官在旁边就原厂了 帮老兵说点好话 兵贵金汉嘛 认真严肃的好手 虽然是犯罚伪计了 只是希望男主角可以法外开恩 男主角是一句 全员性命因为他暴显 阻断所有囚情 然后呢 男主角的手子很灵巧 又可以弹钢琴那种手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形容啊 然后弹钢琴的手啊 自己修长然后又灵活 那就这么说吧 他灵巧的手指呢 就拿起桌上的纸牌 切了两下 说你赌博嘛 问了老兵 老兵不知道要干嘛 长官就 我不相信运气 你来点一张纸牌啊 这老兵就很迟疑啊 不知道这是哪一处啊 这次点钱是什么情况啊 但是他的表情跟挖地道的时候 一样认真严肃点了一张哦 就是球形的军官都看不下去 说还算了 不要不要 其实你也没有权力枪毙他啊 老兵点了 排蹲的最上面那张牌 男主角沿着桌面哦 护住那张牌 用手盖着 然后包在自己的手掌心里面 不让任何人看到 只有男主角自己看了一下那个牌 抢在揭晓之前就说 看来上天在这一刻是眷顾你的 反而来是黑桃S S象征力量和稳定 顿了一下就继续说 没有别的事了 那时候老兵才喘了一口大气 为什么这段戏我会一直记得 然后因为这感触这东西 就是跟记忆有关系 跟我亲身的遭遇有关系 当我有了自己的房间了 在成长岁月里 我换过很多张桌子了 但是抽屉一直都有扑克牌 就像老朋友出国的时候问我 要不带什么东西给你啊 带香烟啊 还是刚好看到 还算有纪念意义的扑克牌之外 应该没有别的吧 这老朋友真的很了解我的喜好 扑克牌啊 这是我多年来的收藏 扑克牌无疑是可以当作赌具啊 还有魔术道具啊 也可以依照某种排列方式 去指点所谓的人生迷惊吧 有人认为怎么看都脱不了运气 还有迷信啊 我当然也承认这些事实啊 只是我在扑克牌里 一直存在某种难以描述的感触 尤其自己练习的几个扑克牌 熊魔术啊 自律也 余下周围的人啊 我的感触因此变得具体啊 玩扑克牌魔术不只是表演神奇 更是借由指牌去传达一些准备好的东西 有人说魔术是真的那么神啊 对啦 表现出来是很神 但他已经是有所准备的东西嘛 我有一个东西准备好了哦 可是我不想直接让你知道 所以都过扑克牌了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我看那个王家卫导演的2046出现呼应 如果你恰巧有印象 周木云真难度叫 在越南遇见一位也叫做苏丽甄的女孩子 是龚丽妍的 那个女孩子始终戴着黑手套 而且排技精湛 是一个女赌神 就在周木云想要挽住一个记忆里曾经失去的人 他问黑手套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 但人家没有答复他 而是瘫了一副牌 我们抽牌比大 你大 我就跟你走 当年看那段戏是有看明白啦 跟老千玩比大小 还需要揭晓吗 而电影对白也很贴切嘛 周木云自己的旁白 他说 人家用一个很婉转的方式拒绝我 最后周木云是一个人离开 以曲不以直啊 帝王统御之术如此 人与人相处也是如此嘛 也许通往恋达的路上 取出一大堆曲解 但只要有所相信 何必在意那有缘无分啊 兜了地球好几圈 总算还是要回来bird zone 让他扯太远了 男主角和地道老兵 是要有军阶之分 身份立场之别 那那堆动过手脚的扑克牌 就算老兵不点第一张 无论是点哪一张 男主角应该都有办法 把他说成放过你了 那是一个过桥 讲究彼此都是明白人 才能够过的桥 后来男主角和地道兵们 他的队员们同进同出 男主角不幸中弹命危 地道老兵就那个睡觉被抓到的 率先去抢救他不顾生命的 甚至军医都已经放弃治疗男主角了 老兵在横尸遍野的废墟之中 把男主角从鬼门关抱回来 第二个部分 Bird Song的爱情 爱情放在第二个部分 因为他比较多东西可以说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只是取我印象最深刻的来说 友情和爱情 大战爆发之前 电视剧里面的所谓的大战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战爆发之前在北法雅绵市 Amyon就是在法国北边的一个 说大不大说小 而且有点小的小的城市 有点小 Isabel身穿长板印花洋装的女主角 金发盘头 侧边来带一点不整齐的绑法 非常法国 她在暗淡的婚姻里 百度她的青春 直到她跟Steven坠入勤王 这是男主角的名字 Steven跟Isabel 她与Steven坠入勤王 甚至愿意抛夫别指 离开寒冷的雅绵市 前往温暖的 Sanhermy 圣雷米 去另外一个地方 开始全新的生活 爱得很坚定 Isabel想要孩子 虽然她知道Steven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她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就沉默了 Steven大多用纸牌来回答 这男生蛮可恶的 不直接说 想要有小孩 弄一个扑克牌在桌上 摆个阵 这个显示 美梦终将成真 只是必须特别节制 美酒 蛋糕 以及种种欲望 尽他所能的去保持Isabel活在笑容里 也保住自己悲伤的想法 什么说悲伤的想法呢 就有一天 Isabel她的亲姐姐来探望她 加上Steven男主角 三个人在客厅读一封家书 这是Isabel抛夫别指的那个 她小孩寄一封信给她 亲爱的母亲 我的身体很好 但是我们很想你 没有你生活都不一样了 女主角继续读信 就希望你赶快回家 旁边的男主角看了 不要太折磨自己了 写信难免就会那样写 写信难免 女主角听得非常不以为然 他顿了一下才 才朝他姐姐说 不是对男主角说 看来Steven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 也不太了解家人的重要性 因为她没有家人啊 她姐姐说 即使也 她也不是要把这东西拿出来讲 Isabel说 她就是不要小孩啊 Steven听得到 她就在现场深呼吸 她知道该怎么面对 但是她不想要伤感情 Isabel就继续说 她就是不愿意养小孩 她就不愿意啊 我是不想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带到这个世界怎么样 就是带到这个世界 但又不能够保证他们安全 不能保证长久的守护他们 哦 女主角听到她这样解释 只回答一句话 不是每个人都会变成孤儿 Isabel最后那句话真的是凝结了一切啊 隔天了Isabel女主角就离家出走了 离开跟Steven的生活 Steven完全想不通 为什么人就这样就消失了呢 愤怒使她痛苦啊 痛苦令她加倍愤怒啊 从犹达大师那边听来的 愤怒让男主角痛苦 而痛苦让她加倍的愤怒 内心乱成一团 而外面的世界泡声隆隆 开始打成一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一段戏一个我非常非常非常深的感触 因为吵架的戏 往往都没有很深的印象 我这样说哦 日常生活的吵架 大部分内容是乏善可乘嘛 你想怎样 你想怎样 你很奇怪 但是戏剧不能这样 这样会被人家扔饮料 戏剧要精致一点哦 所以戏剧里面的吵架呢 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一种花钱去看人家吵架 吵的应该是比较有内容 一串话 像刚刚描述的 那是我还记得的那个段子哦 一串话的排山倒海而来 如果还能招架 删掉气话 好像会浮出一些真正的原因呢 说不定Isabel 怀着某种苦衷才会离家出走 可是感情有几个人能够一边用心 又一边厘清呢 Steven不难 没办法谅解 其实我们也不能 在那个时候 反正第一个是 我可以体会他 体谅他离家出走 可能是有苦的 不会很生气 就你怎么可以这样 感情关系里的心结 我们很难直接由对方身上获得解套 有朝一日我们会在毫不相干的第三方时空里 打开心结 有朝一日 是一种对未来的假设嘛 但是几乎可以看作肯定局 心结哦 新的打结了 也可能会像神结一样 特别岁月 缝过东西吗 缝东西要把线打结吗 那个线一打结 但是有可能是被岁月拉扯成细小可以忽略的结 有时候缝东西的时候 哎线不小心打结 又打不开 算了把它硬扯 把它拉死结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小这样 当作好像没有结一样 但其实有 所以呢 心结有可能是跟神结一样 被岁月拉扯成细小可忽略的结 但是那一天还没有来临之前 心结只会让情绪很难受 日子也很难过 而那段期间呢 疗愈情商的圣品 什么特效药 新的感情就是特效药 有人则认为找点事情来忙 云云二二都富有智慧 也都意味着注意力要移转嘛 男主角很不幸 但也很幸运 什么东西让他注意力转移了呢 接着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是残酷的历史 非常不幸 可是他投身军旅 带着情商上战场 战争绝对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他忙得要命 忙得要他的命 这只是我以为 但是故事啊 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 Steven怎么样可以在战争里面 找到希望呢 当他抱着被炸烂的士兵 他嘴巴虽然大喊 马飞 马飞 战场上很残酷的地方 不是来救命的 是来止痛的 让人走得比较安心一点 比较不痛一点 他虽然嘴巴这样大喊 他也安慰了士兵 多想一想自己最心爱的女孩子 想想曾经有的美好时光 而当他自己 男主角自己性命垂危的时候 他也是同样的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女人 而且他也是爱我的 心结情伤啊 固然痛苦啊 为什么感情就这样没了 到底为什么就这样没了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后来能否知道为什么 男主角不管了 他只想要把自己寄托在一种 曾经有的美好 而这一刻就是唯一的一刻 干嘛呢 任性是可以如此动人 Birdstone BCC版的结局 非常凄美 不能说啦 不能说 有缘这个读者们观赏 我是已经看过 我相信 这是很值得细心品味的 那也写下一些后话 战争是少 这不要念太快 后话是一种很精华的东西 虽然我讲话已经很慢了 好不要废话 战争是少数人的欲望 埋葬所有人的希望 我 身在和平年代 每次接触战争爱情故事 人物濒临死亡 又绝处逢生 让我莫名的入戏 也许现实之外 我们都需要 寄托情感的地方 越是凄美 越见希望 分享给你 介绍到这边 这边份量比较大啦 我知道 其实我有一种诚意啦 心意嘛 我的网站叫做 雨目散文故事 在网络上可以收到 这篇英国电视剧 Bird Song 介绍还有观后心得的 都可以在我的网站浏览 欢迎常来 谢谢